準行政院長卓榮泰獲任命後 首度獨條大樑 率五位新任部長亮相 但五二零性隔魁就任前 中共動作頻頻 郑宇欽 臺灣高雄人 因涉嫌間諜罪 被國家安全機關逮捕 中國國家安全部官方微信 在十五號中國全民國家安全交易 日前推出預告釋出十大間諜案 其中第六案 郑宇欽特別寫到曾任卓榮泰助理 因從事間諜情報活動 二零一九年遭逮捕 早在二零二零年 鄭宇欽事件爆發時 卓榮泰就PO文 沒有這個助理 不認識鄭宇欽 呼籲中共不要逢金當馬糧 選在這個時機點重提鄭宇欽 學者也認為動機不單純 學者分析中共刻意要在新行政團隊上任前施壓 他沾線對台情勢掌控程度強握主導權 民進黨立委認為中共標的 恐怕不只有臺灣 這個是中國一直以來法律戰 他們怎麼去擴張他們的執法範圍 這些所謂的間諜 他做過誰的助理什麼等等之類的 那不過是中國的一些話術 他試圖想要帶動臺灣的輿論 中國近年內部分擾不斷 對外誘因獨裁霸權 遭民主國家共同譴責 相見無限擴權 以及鄭宇欽案 劍指我國即將接任的新隔魁 打倒嚇阻效果 但早已被看破手腳 動作再多都是徒勞無功 三列新聞陳菊姐 問我們宣 台語報道